想要离开这个世间 刚才苏世人来求我非常非常感恩 大家好,我是美兰 今天正眼法师的幸福心法 要跟您分享一个年轻时无限风光 老来却妻离子散,独居潦倒的故事 这不是八点档的戏剧 却是吴玉山的生命经历 2019年,在他人生最低谷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遇到了慈激志工 改变了他的顽景 也让他有机会改写人生 我们来听听慈激志工潘秀珍娓娓道来 我们2019年9月开始关怀我们玉山菩萨 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痴员的 他在美军顾文团做事 买很多美军 利用美军搭东西来台湾 他贪很多钱 他的朋友知道他有钱 他来做锅票 他外行还没时间 他就转转围托他的朋友来操盘 他的朋友那时候他有钱 把他赚钱都没行 那时候锅票又大了 他就这样破散 工作也没了 他就只好靠做三天来 以致省华 那年轻慢慢地大 身体也出现重控 他没拿来做锅票的工作 每个月只靠三千多块的国民年金来省华 他护不出房租 也没法够看白 他没家庭的机器 他为他的哥哥 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翁生了 他有一个年轻 有一个女孩 但是在他们祝 小孩的时候 他就跟太太来离婚 小孩就是由他的太太来扶用 很少翁来 也很索瘟 所以说他对小孩也开不了口 只好向朋友祝 祝到也已经都没什么好祝 他说真的走到这个地步 他不是在公园中 一直有亲生的念头 他说这样整齐 回去才不需要收生活的结果 这个时候就像冯甘霖 这时候我们就评估 让他既然先让他纸难补助 让他可以解割处水和生活的问题 那时候我们看他 我们让他纸难补助 他整个人都紧张起来 后来我们就提长起 把他一股月补助他一万块的 储水三千块的乌子卡 有一天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小冈和合气往事 干事的卡帝就会告诉我 秀珍那玉山菩萨哪个两股月 连刷乌子卡都没用完 我就去问玉山菩萨 我说你也没有多少钱 你的屋子卡都没用 他告诉我他不敢用 他如果去环博站做环博 他中途的便当吃不完 我们晚上刚回到夜 晚上的冬冬有还有一段 我们也透过里长 里干事 还有法副律师的帮忙 替他申请低收恶劣 也申请防无补助 这样他就生活就比较好 那时候他就开始落前档 做我们的回馆 他说他要做佛事 要来帮助辛苦的人 疫情期间 他有一个朋友 是开盘处公司 他就把很多进口的拉拔 和影响 很万一不给他 他就把收拾力 还专闭给别人 他在我们疫情期间 他也关4万块 说要买疫苗 他普通时的生活很缺 他如果有5千1万 他就会叫我拿去关 他希望可以帮忙 更多的人 他像主席人这样来付出 关怀的一段时间 让他感觉很温暖 很心灵热 生活也更安定 他就来反驳站做反驳 他说每天都可以到这么多 好人到底做反驳 还可以救不救 他很开心 生活也归得很充实 感觉他也让大家来困定 这样 他也在2021年 修正 我们的环保志工 因为慈祭志工 走入了吴玉山的生命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也让他走入了慈祭的环保站 更让我们看到了善的循环 但是乌露偏逢连夜雨 在半年之内 他又遭逢了四次大考验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或乎 一半年之内 有四次的大考验 第一次是 搬奥巴巴 奥巴巴的渡器 轻轻轻轻轻轻 第二次就是 这个固定的工厅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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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就是 在一起的時候就去急診 隨隨時會牠住牠 牠等開桌 牠什麼都不住 玉山菩薩就腳踏不穩 我們就快要牠穿牠的需要用的東西 也把牠的營養品蓋 那當時疫情很嚴重 我們也不可以探病 要怎麼樣 我就把那個虎台 拜託牠說給我們帶給三天 壹山菩薩牠是獨居的經營 我們是關懷牠的團隊 牠就腳踏上去給你沾 我們就順利把問題交給壹山菩薩的手中 牠這樣轉告 但是這個虎叔真的是很貼心 牠又把壹山菩薩 因為疫情 牠看出來 讓我們逢風看下去 讓我們很放心 這也很感動人 鄉人 坐著我對面這位是壹山菩薩 牠今天要來跟鄉人感恩 我祝最感恩就是鄉人 主持人來幫我幫忙 讓我想要離開這個世間 剛才主持人來幫我求我非常非常感恩 我什麼都帶不回去 我以後如果想要下樓我都送給住桌子 這樣讓他求別的艱苦人 我非常感恩 家裡還有什麼 報告上呢 他年輕的時候就離婚了 有一個兒子跟女兒 都沒有來往 所以他也不敢去找他 兒子女兒對他都不諒解 所以他現在是獨居 應該可以跟女兒跟女兒有機會跟她聯絡一下 好 好 自己照顧身體要顧好 好 你可以做帆布 你就投入做帆布 各位鄉人 謝謝 鄉人給你照顧好 好 我們醫療會幫助你去找你的學生 自己的女兒 我在這裡報告一下 我也有跟她的女兒聯絡到 因為她要有時間來把這算 又重心有好 我也有在做這件事 這是很重要 親情給她看好 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有姻緣的位 回頭看人生 吳玉珊的一生 無疑是令人不生唏嘘的 正言法師曾經說過 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後悔 我們如何讓自己的人生無怨無悔呢 在聽完了今天正言法師的幸福心法之後 您想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什麼呢 又想要留給身邊的人又是什麼呢 我是美蘭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我們下次再會